美国股市昨天涨跌互建道琼指数上涨139点 标普指数持平 但是纳斯达克还有包括费半指数震荡下跌居多 大家在等待的就是AI霸主挥达的财报 财报公布之前市场谨慎以待 持平震荡有涨有跌 但是财报公布之后 挥达的股价震荡下跌 科技股的表现来看 包括了像是挥达是震荡跌了0.7% 而盘后持续下跌 跌幅一度达到5%的幅度 最后收盘跌幅收链 在盘后下跌幅度是达到1% 因为挥达的财报 在前一期的报告 当然是拿出了非常漂亮的高标 但是市场担心的就是新一季的财报报告 虽然不错 但是没有比预期的要好 大家期待过高 导致盘后它还是下跌的 再次连续下跌幅 优优独播剧场上升了 到112%的起源 优优独播剧场上升了 Ross trés达到结迷都 下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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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一名黛威爾DGX工程式 去開啟AI 但目前新晶片跟舊晶片 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供應有限 當中新晶片供不應求的情形 可能要預期持續到明年好幾個季度 另外看看台股ADR的收盤 台積電昨天也是跌的 外資也是賣的 台積電昨天震盪下跌 幅度0.69% 夜盤是跌到1030元 下跌幅度0.4% 而台積電外資昨天賣了1.5萬張 賣超是第6名 連電ADR收盤也跌2.58% 外資也調節1.6萬張 賣超第5名 日月光ADR收盤跌1% 外資小買加碼3000張日月光 日月光最近反而表現相對抗跌 外資是站在買方的 友達ADR下跌幅度2.27% 外資調節8200張左右 說到外資昨天又轉賣台股了 也許就是期貨結算有點壓低指數 站在賣方 但是逆市買超的個股是買什麼呢 我們看到了今天有 中信金第一名 87000多張的中信金 還有包括玉山金 還有包括新光金、永豐金 買超了蠻多金融股的部分 而最近發現金融股反而成為了資金避風港 還有包括傳產股 傳產股當中就是航運股跟鋼鐵股了 變成資金避風港 因為外資也在買 包括了陽明昨天創破段高 長榮行呈現持續走高表現 大成鋼還有萬海 這些都是在外資逆市加碼的選擇前十名的個股 特別講到了金融股的部分 最近發現金融股的指數表現相對的在盤中 變成了支撐要角 盤中隨時的有一些點火支撐的味道 其實川普即將上任 上任主張放寬對於金融法規的監管限制 還有減税政策 也都是對於金融業有比較正面的影響 反而看到了在電子指數不敵 賣壓持續在月線之間的拉回整理 反觀金融指數、保險指數 相對抗跌 站在所有均線上方 那現在看到了金融指數 連續三天上漲之後 雖然昨天小跌 但是算是相當穩健的走高 特別留意的是 在盤面上包括第一金、元大金、兆豐金、張銀 還有包括中信金、台中銀、聯邦銀 這些金融股的族群 股價都站穩月線跟季線的重要支撐 看看這些個股的表現 相對呈現走高 還站在波段高點之多 特別看到是中信金的股價持續走高 日K還站上了波段高點 38塊錢以上 那包括兆豐金、張銀 這些個股 日K都是連紅 向上走高的表現 兆豐金、張銀昨天都很抗跌 日K連紅 說到中信金 今年的獲利亮眼 目前法說會上表示 明年配息有能力超過兩塊錢 摩根、斯丹利證券就是大摩發出的報告裡頭 看好後事 維持優於大盤的平等 還上調目標價到39塊4 大摩說中信金前十個月 盡力達到633億 高於預期大約10% 是因為台灣人壽的業務亮眼 增長了32% 大摩預期可能會把部分利潤 分配到外匯準備金 但認為不會影響股力的分配 也看好未來股力的成長 所以帶動了股價的行情走高 在昨天變成了外資買超的第一名 因為前一天的法說會當中 也說到可能明年的股力政策 看起來也不錯 等待董事會通過 另外看看外資賣超的個股部分 條件賣出第一名是賣紅准 所以昨天紅准被打到了股價跌停 紅海也在賣 外資也在賣了 其他個股的部分包括有 台氣銀 華航 遠東興 聯電 台積電 英業達 寶城 友達 跟上海商銀 這是外資賣超前市民 而投信逆市加碼 台北股市持續在那買方 而台股當中投信買的 有華航跟外資對作 有遠東興 有台氣銀 有寶城 聯強 英業達 振興 上海商銀 潤泰權跟神達 有些是跟外資對作 有些是高股息ETF的選擇加碼 好 再說到今天各大早報的頭版消息 首先看到的在今天 加登半導體的設備廠 營運長特別表示 在半導體客戶需求 明年會有三座廠區的啟用 會挹注後續的營運 雙位數的成長 法人估計營收有機會挑戰 百億元大關 而另外是遜德的法說 也看好 特別是加登的半導體 關鍵的夥伴就是遜德 昨天也一起開法說 董事長說 預計本季營運有激增 明年首季淡季不淡 看好先進封裝的設廠需求 在動能成長上 對於業績有幫助 再說到的是盛輝 盛輝昨天法說 受惠於半導體電子零組件 資料中心一般傳產等多產業 推進多區域的擴廠建制 也都看到前三季的在手訂單 高達350億以上 這些都是相關半導體設備概念 再說到的是大同 大同的總經理昨天表示 看好光除能 現在在大同集團全力搶進 除能的相關市場 除能能夠以穩定電力系統供應為主 目前旗下有大同智能的光廠電案 還有包括受電的業務 都以太陽能為主 隨著ESG的需求提升 有利於大同相關的收益提高 他旗下的新能源事業 大同智能也承接了台電 宜蘭縣東山鄉的超高壓變電所 增設的除能設備案 現在在昨天已經舉行了請用典禮 而且正式上線 另外是新能高 雖然昨天股價漲多拉回 出現修正 但新能高昨天的法說會 總經理說 擴大消費非消費性的產品運用 預計今年底到明年 上半年 在醫療跟物聯網 還有工業用領域 都有專案會加入量產 伴隨著除能業務 渴望在明年下半年產生貢獻 消費性電子領域 也有回溫的跡象 對於2025年的營運樂觀 而在策略發展的部分也特別講到 新能高ESG的電池預計 明年會推出並且量產 同時持續投入固態電池的研發 太陽能廠的部分則是國硕 國硕舉行法說 在大陸低價模組進口的影響 相關的業務營收有下滑 稅後的淨損有1億元左右 每股淨損0.29元 難怪股價的表現 持續偏弱勢的震盪 跌到了波段的低點 表現上還不是那麼的理想 另外是汽車廠的部分 昨天重新反彈走高的 有育龍 有中華車 這些個股的表現相對的強勢 育龍的部分昨天剛好開發說 展望未來有兩大成長動能 包括11月份 納智捷的電動車 長程版要啟動交車 目前在今年 交車1萬輛的目標沒有改變 另外還有包括育龍城 在今年的營運已經超標了 明年的目標要拼55億 渴望持續有兩位數的成長 另外是羽龍 羽龍前三季的獲利創 總經理說 目前訂單能見度 可以看到明年上半年 汽車領域穩定成長 當然也看到了AI伺服器用的 易冷快接頭 也配合客戶打樣 明年渴望出貨 再說到是中信金 中信金盡力配息 拿出不錯的成績預期 今年的獲利亮眼 日前法說會上說 明年的配息有機會超過2塊 也吸引大摩的報告 點名看好中信金的後世 給予優於大盤的 平等 目標價調高到39塊4 昨天是外資大買第一名的個股 再說到的是 在生計醫藥股的部分 健保署即將公布的 健保藥價修正條文 對國產製藥產業 釋出了多項利多 分別給予上市新藥 有首發新藥的優惠盒價 還有在國內製造學民藥跟生物相似性的藥鎮 比照原廠藥的價格等等的改革 重點都渴望改善相關的藥品事業 這是提供國內生技產業轉股升級的機會 當然也帶來了題材的利多 生技內股昨天成了資金的避風港 鎖定的相關個股 另外還有包括隱形眼鏡大廠釋陽 今年的營運表現也很強勁 呈現了足跡的成長表現